大家好,欢迎来到思维健康 今天我们将讨论一个心脏健康的重要话题 就是他丁类的药物 他丁类的药物广泛用在降低胆骨醇和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那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 这个他丁类的药物到底有什么好处和弊端 因为世界上有好几亿的人在吃 美国就有四千万的人在用这种药 首先我们来谈谈他丁类药物的优点 它有两大优点 第一是降低胆骨醇 特别是在降低密度脂蛋白 也就是不好的胆骨醇方面非常有效 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我们把它叫做坏胆骨醇 这个他丁类药物是通过抑制HMG-CoA还原酶 来减少肝脏中胆骨醇的产生 所以美国心脏协会和斯坦福医学 对这个事情都有很好的解释 那么为了更好的理解 我们就想象一下 你的血管就像家里的一个水管 随着时间的推移 管壁上会积累污垢 其中就有胆骨醇 导致水流不畅 而这个他丁类药物就像一个强效的清洁剂 能够有效的减少这些污垢 使水流恢复顺畅 这个比喻并不很恰当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清理血管壁上的东西 而是减少胆骨醇的发生 这个血管壁上的这个垢 也不光是胆骨醇 其中还有炎性细胞 关于这个血管壁上生成的 这个周样硬化的斑块 里面到底含有什么东西 我们怎么样来预防它的产生 我们在以后的视频跟大家继续探讨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 你就不会错过 因此它就有保护心血管的作用 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作和中风的风险 研究发现 它另一药物治疗 可以把心血管事件发生率 降低20%到30% 它第二大作用就是抗炎作用 它除了降低胆骨醇以外 它另类的药物还有抗炎作用 这样就能够稳定动脉中的斑块 这斑块里面有抗炎细胞 来改善整体的血管健康 可以想象一下 你的动脉像个高速公路一样 这个炎症就像道路上的坑洞和障碍物 塔丁内不仅可以清除堵塞 还能够修补这些坑洞 让道路更加平坦和安全 总的来讲 塔丁内药物 它是能够帮助预防有心脏病史的患者 发生第二次的心血管事件 这样为他们长期的心脏健康的管理 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帮助 所以你去体检 医生看你血脂液高 就会给你开这样的药 就是处理这样的考虑 但是它有潜在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肌肉疼痛 非常常见 虽然比较轻微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 可以严重到影响你的正常活动 比如张先生 他就是一位长期服用塔丁内药物的患者 他发现自己在日常锻炼后 经常感到肌肉酸疼 甚至连简单的家务活也变得困难 经过跟医生商量之后 他就调整了药物的剂量 也增加了一些天然的补充剂 他的情况才有所改善 第二个就是影响肝功能 塔丁内的药物 可能导致肝的转氨酶的水平增高 说明肝脏细胞会有一定的损害 所以长期服用塔丁内药物的朋友 一定要定期的监测肝细胞的功能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的肝脏是一家废水处理厂 而塔丁内的药物 则是大量进入处理厂的废水 如果处理厂超负荷运转 可能会导致损害 因此定期监测 肝功能就像是确保处理厂 正在运转的维护和检查 另外就升高血糖 有证据发现 塔丁内的药物可以增加血糖的水平 也就增加了导致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特别是那些已经有 其他糖尿病风险的患者来讲 这个药物就会起到推波阻拦的作用 最后我们要看一下一些更严重 但是罕见的副作用 首先是恒温肌溶解症 它是塔丁类药物造成那种罕见的 和严重的副作用 这种情况就涉及到肌肉组织的分解 导致肌肉纤维释放到血液中 那么就可能损害肾脏 造成肾衰 另外它还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 有些病人在使用塔丁类药物之后 出现记忆丧失和困惑等等 虽然这些症状通常在停药后可以逆转 但是我们大家还是要十分的警惕 比如说 李女士在服用塔丁类药物以后 就发现经常忘记自己的日常琐事 关门关火等等 那么他在跟医生讨论后 这个方案也进行了调整 认知功能才慢慢的有所恢复 另外就是塔丁类药物 跟其他的药物有一些相互作用 产生的副作用的风险 比如说一些抗生素 抗针菌的药物一起使用的时候 就会增加肌肉损伤的风险 总而言之 塔丁类药物在降低胆骨唇和减少心血管 疾病风险方面 它是有很多的好处 但是是要三分读 他们也伴随着需要仔细管理的潜在副作用 大家应该跟自己的医生密切合作 监测这些不良的反应 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有什么问题呢 尽量的跟医生沟通 那么我们在其他的视频也介绍了一些 可以降低药物副作用的一些替代疗法 欢迎大家收看 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您有什么体验高见和问题呢 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短力世界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